刘文鑫 来 小本上记得他什么 我记得第一 他今天太小 毕竟太年轻 年轻 对 第二个就是太娱乐化 口条太好了 我很佩服他的口条 我是比较有深度 没说你 说人家 太年轻 太娱乐化 不正经 还有什么 他没做过类讯师 而我 你是做过的 他有一个 比我矮 他有可能会忽不住场 哈哈哈哈 罗文鑫最大的问题 就说对手的缺点 没有说到点上去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说像这种高矮 如果说你要是个段子 他后本人就是凑了 段子 这个东西很失分的 你知道吗 就是显不出你的逻辑能力 和对手的观察能力 在这一点上特别要命 是 其实我觉得 我刚刚就是没有装出来 那你装一个我看看 来 下下我 来 装一下 来嘛 不是 你刚才说没装吧 你装一下我看看 好 其实我给大家说 试讲一下对吧 PUA 是给我做销售 我跟他对比 就很 脸先比较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P什么U PUA 我先最更优秀 正是因为我 你是觉得培训师要有气势 是吧 对 其实我正是因为我 缺少这个口才 所以我会去学这个 学什么东西 演讲啊 他给我一个方法论 真是因为我没有演讲的能力 我的口才不好 你学演讲 跟炮妞有啥关键 那你演讲没想到 为什么你要说这个呀 而且你知道这个舞台上 我们都是很严肃 是来 我们是来师求职的舞台 不好意思 他刚才虽然搞笑 但他其实是展现他的讲话 但是你上来之后 你马上开始给大家讲炮妞学 我们这个舞台 是来陪你炮妞的吗 我之所以去关注到这一个事 网上随便说的时候 百度随便看了一下 他就说让自己更优秀 变得更优秀 我也一直要求自己 变得更优秀 因为我 我一直非常爱抗书 打了工作十年 存款才两万八 但是我买了两箱书 比如我是倾家荡厂的买书 这个是职场 对 不是你的日常的生活 对 你需要把你在职场里面的专业表现 表现出来 而不是随意地用网络上的一些 不正当的一些方法 邪门外道 来构建你的职场 对 是的 韦欣你说你那个只有一点钱 又买了两箱书 那你印象最深的三本书是什么 金字塔原理第一 因为我缺这东西我所有我学得很深 所以我一直在学 第二本给我最深的是彼得的鲁克 彼得的鲁克的书 对 那你 彼得的他的管理的实践 这些都都看过 好的 讲讲你看他管理的实践的感受 现在过了很久的话 可能跟我一起最深的 他就 到底看透了 已经过了很久 所以你完全没有印象 他是对我自我认知是不清晰的 就是因为他对于准备不充分 他不停地享用一些新的一些内容 去填补他之前的一些错误 我真的听起来特别着急 文心 你今天从上场一直在表现你的技巧 不管是你的POA也好 还是你一上来说 刚才没表现好 是因为我不够装 那到底是什么才叫装 刚才那个选手 至少还是发自内心地 在表现自己应有的才华或者潜质 那刚刚我们问的一路的问题 你都试图用技巧性地回答 包括逻辑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其实你误会了 我说前面还有一点 最主要的是 不断地让自己变优秀 是要变优秀 这是关键 好 我告诉你 这个王喜庆 虽然你别看他乍乍乎乎的 但他人很憨厚 但是你一上来之后 总是有招有数 但这有招有数呢 又落不到点上 时常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弄得自己很难堪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踏实一点 不要拿枪拿掉 更别说我要装成什么样 是怎样就是怎样 你这样吧 这上面写曾经是九年的超级学霸 一到九年级 小时候一到九年级 一到九年级的超级学霸 各类竞赛奖拿到手软 对 是吗 一等奖 那你怎么会没考上大学 那是高一的时候 然后就去玩玩吧 被别人带偏了 自己管不住 自己管不住自己 所以我从这一方面 我曾经吃过亏 所以后边我就更加注重 去进入工作以后 我就更加去注重学习 我很缺知识 所以做培训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 培训师的目的 其实我 你能不能别老说话 欲言又耻啊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点没那孩子憨直 托拉我用他的简历 替他回答行吗 然后你再来反驳我好吗 他简历上清楚地写着 他要带领一批 有共同信仰的年轻人 征服天下 让汉字遍及全球 我完全不让 改不到你的点 你要做培训师培训什么 就是典型的大而空 而且你每一个行业的 这个离职的原因 都是别人的原因 跟你自己的原因 一点都没有关系的 我的才华还 批课不起这个野心 想做大事 对对对 你想做什么大事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都描述不清楚的 还想做大事 他有没有一点 活在游戏里的那种感觉 我问点实在的话吧 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 然后综合两万 涂雷老师在他的简历里 会写到 他曾经在深圳市的一个 电力科技公司 是大区经理 综合已经拿到两万一个月 简历的靠谱性啊 有待质疑的其实是 那能跟我们讲讲 你是在什么岗位上 因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然后获得那两万块钱一个月吗 来说说吧 男子的机会 因为神仙姐姐的爱心泛滥 其实在给他一个 挽救自己形象的机会 他只要证明自己 曾经拿过两万就可以了 对 你那份工作两万的工作是什么岗位做出什么成绩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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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薪是多少 底薪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创业做的 你说深圳那家公司是创业是吧 对 你是自己注册的公司是吧 已经停了 那这个大区经理是指的谁 是我 因为我是既负责销售 因为我学过西安交通大学的 那你是想说 这家公司一个月的销售收入是两万是吗 还是指这家公司一个月赚了两万块钱 年综合收入 利润大概有二三十万吧 你诚心实意地说 今天从上台开始到现在 你的话语 话语当中有多少是夸大的成分 有没有 有多少是夸张的成分 百分之多少 其实没有什么夸张收入 问题是你的描述跟事实是相差很远的 明明你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你把它说成是大区经理 明明你每个月收入是两万块钱 公司收入两万块钱 你把它说成自己的工资 所以很多时候 你想象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 想象的现实和实际的现实是有出入的 我们很难理解什么是真实的你 你对自己和对事情的认知是模糊的 不清楚的 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我在上场之前告诉你 关于什么你自己好妞的那些技巧 你不要去渲染你自己那些 他跟你也说了是吧 他在跟其他人讲的时候我听到了 我听到说你不要讲这个 就他跟别人也在传播这个事是吧 对别人跟他讲 他的一些选手告诉他 你不要去讲这个事情 其实我确实是有一种想 我给你的帮助是什么 想制造一个一种危机感 一种恐慌 你要制造什么恐慌 就是不努力学习的人 他不提高自己 不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的话 就是你不努力学习就找不到老婆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是这个逻辑吧 我都不敢想象你做培训师 在台上会带偏多少人 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这是最可怕的 而他呢 不光是不知道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他还要故作高深 还说我是一片好心 还要故作的我 我很高明 我有很多技巧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 你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我现在问你最后一遍 薪酬要多少钱 我还是坚持一万 坚持一万 好 底薪一万综合两万 好的 那是你的自由 好不好 来来来 孩子过来 小本上记你大哥记了啥 来 一 口才不好 二 说话跑题 三 人身攻击 他攻击我矮 他攻击你矮 人身攻击 公路说我缺点 第四 四 号胜心不强 挺强的 五 他玩心没结束 玩心没结束 六 企图心差 企 企图心差 他并没有 并没有像我一样 想得到那份内讯师的工作 就没有那种机器 他没那么迫切 对 他没有表现出来 七 像挤牙膏一样说话 和 和他在一起工作 不会有我和在一起快乐 在公众场上和说话胆处 说话胆处的处 不会写写了个拼音是吧 说话胆处 十 压不住压不住场 被带着走 十一 并没有表现出一万的价值 而我就要四千 说得好 说得好 太厉害了 好 十二 他好像在说假话 你记住他哪句话说了假话 就是刚才 银总问他就是说当老板那事 他说二十多万 他就拿两万那事 十三 硬变逻辑力不强 硬变逻辑力不强 他动一郎子戏一个 所以你有决幸赢过他吗 有 好 哎呀 你们两个人是真坦率 一个是庄高明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咱们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好不好 让自己轻松一点